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义博士医学讲堂 这节课呢,我们来讲天干的冲语课 这是子凭四柱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知识内容了 我们看八字,此时主要就是看四柱的深刻画质和行、冲和害 深刻画质、行、冲和害 这些我们会一步一步一刻一刻的给大家来讲 这些都是天干和地支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 深刻画质主要是看天干 行、冲和害主要是看地支 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 所谓的相生就是指甲乙、木、生、饼、丁、火 饼、丁、火、生、物及土 物及土生生更新金 更新金生人鬼水 人、甲乙、生、甲乙、木、隼、木、隼、环、相、生 那么相克呢 药、钢、子、甲乙、 aquell、 Twig、鲟、仲、鲟、炎、云、鲟、彧、公、废、市、釟、徒、渭、冰,女、加辰、水、达、仲、鲟、达、薄、合、公、丁、世、荒、冰、述、高、夜、火、鲟、鲟、我的分鲟、土、克、荒、零、达、性、金樫、达、尾、楕、虚、露、取、戳、零、雖、炎、水、雖、天、心境、雖、鲟、 presentation、雖、格、冰、武、湖、天、雖、弧、西、雖、才、雖、 更心筋 顺位 相声 隔位 相克 这是上一节课的内容,我们顺便也复习了一遍 这节课呢,我们来讲天干的充语课 那么天干的充课是怎样的呢? 应该怎样来理解和记忆呢? 我们都知道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 甲乙呢,是东方木 南方呢,火秉丁是南方火 雾极是中央土 更心是西方金 人鬼是北方水 那么所谓的天干 香葱 就是指 羊干 克羊干 也就是 羊 比如说 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打架 矛盾是争锋相堆的 难以调和 破坏力是很强的 这就是香葱 再比如说 战争 就是一种最激烈的香葱 这种香葱可是你死我活的了 音刻音 这种香葱的颗粒也是很大的 比如说 女人跟女人打架 一般是在抓头发呀 又哭又喊 是吧 又比如后宫之间的斗争 争锋吃醋 你死我活的 像甄嬛传一样 那是可残忍了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克呢 克力就相对比较小了 特殊的话 这个羊干和阴干之间的克呀 那不是真正的克 实际上呢 是一种和 遇到一定的条件 还会和化 这个后面 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到 实际上呢 那天干的香葱指的是 相同阴阳相互对立的状态 也就是 阳冲阳 阴冲阴 阳克阳 阴克阴 为什么说 香葱比一般的香克更加激烈 破坏力更大呢 因为香葱不仅仅是状态性质的相对立 还体现在力量和方位上面的完全相对 所以这种冲克的力量是最大的 专门把这种克呢 叫做香葱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想像这里呢 是个实际路口 这里是东西方向 这里呢 是南北方向的一个实际路口 两边的车 银面 快速的 使过来 撞到了一起 搞不好呢 会车毁人王 这就叫做香葱 比如 甲 是东方的羊木 金 是西方的羊金 这两个撞到了一起 这里面呢 羊对羊 五行呢 金 刻木 方向呢 东 对西 都是完全相对立的 这就叫做香葱 大家明白了吗 香葱呢 香葱呢 有三个条件 第一 羊刻羊 音刻音 第二 五行 是 相刻的 第三 方向 完全相对 满足这三个条件 就叫做香葱 这样两两相对的香葱呢 一共有四对 甲羊 甲羊 香葱 香葱 乙心 乙心 我们看 甲羊 香葱 乙心 香葱 天干的香葱 天干的香葱 简单可以理解为 方位的相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饼和饼 饼呢 饼呢 是 养火 饼呢 是养水 饼火 客 人水 南方 对北方 所以呢 这个是 香葱 方位的 相对 东西 东西 相对 南北 相对 这样呢 方便大家记忆 大家呢 要把这个 记住 那么香葱呢 香葱 一般 就没有香葱 那么激烈 虽然呢 也是 羊对羊 音对音 五行之间 也是香葱 但是没有在 方向上面 方位上面 帆船相对立 所以 香葱的力量 就会 弱一些 可以想象 还是在这个 十字路口 两侧呢 是在 转弯 或者呢 是在转弯 让 直行的情况上面 发生了 插碰 那么肯定没有 两侧 开来 以油面相撞的力量大 对不对 天干相克的 情形呢 有下面的六处 甲物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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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在中间 在 撞到 这个路长 这形成是比较短的 撞到一起 不是特别的严重 实际上 实际上呢 是羊木 克羊土 以己相克 以己相克 实际上呢 是樱木 克 樱土 丙庚 相克 这个是拐弯的时候 拐弯的时候 插碰 撞到了一起 实际上呢 是 羊火 克羊金 丁心 丁心 三克 实际上呢 是 樱火 克樱金 雾刃 三克 实际上呢 是 羊土 克羊水 这就是天干的 葱与克 香葱也是 香克的一种 但是 香葱的力量 比香克的 要大 还有一种情况 是 阴阳 相克的 这种香克的力量 更小了一些 心炸香克 是 阴金心 克 羊木 甲 丁庚 香克 是 阴火丁 克 羊金 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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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克 是 阴水鬼 克 羊火饼 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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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克 是 阴土羊 克 羊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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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克都是松的 有时候这种异性相克 还是好了呢 因为异性之间是有吸引力的 好像情人恋人之间的矛盾一样 两者要适度统一 感情才能够和谐 家庭才能够和睦 后面我们再讲这个八字实战的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案例 跟大家一起分析 大家慢慢就会明白它 天干的充克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规律总结 第一 羊干克羊干 阴干克阴干 这种颗粒呢 是最大最重的 第二 阴干克阳干 为次之 三 阳干 往往不克 阴干 而就 和论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到这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再来举一些例子啊 来说明一下 四柱之中啊 天干 相冲 相克的力量关系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后面看法子的时候 就是一种实战了 第一 天干相克 紧贴之克 力量最大 阁干之克 力量稍小 阁干就是阁了一个柱 就是阁干 阁干之力 力量少 稍微小一点 阳克 的力量更小 阳克呢 就是阁的两个柱 就是阴干 跟 实干的克 这种叫阳克 力量呢 就更小了 我们看这个例子 阴干呢 是甲 阴干呢 是根 阴干呢 是物 实干呢 是心 地质我们先不管 甲 和羹的地位 是紧贴着的 羹 克甲 它的颗粒 是最大的 甲 和物土 中间呢 隔了一个羹 相克的力量 稍微轻一点 甲 和心 就远隔了 这种颗粒呢 微小 第二 两干相克 化克 不克 这个历史里面 年干 是饼 月干 是物 玉干 是根 饼和根 是相克的 不过 不过中间隔了一个 物土 就变成了 物 生 丙 生物土 物土 生 根 金 所以 丙火 不但不克 这个根 金 而变成了 顺 未相生 了 这种情况呢 不做克论 第三 天干相克 要看其中哪一位最强 强者为主克 这个例子呢 年干 甲 月干 雾 日干 人 甲 木 克 物土 物土 克 人 水 如果是甲木 最强 就做甲克 物土论 如果 物土 最强 那么 物土呢 就克 人 水 做物土 克 人 水论 因为物土最强 那么甲呢 就克不了物了 如果是人 水最强呢 那么 就是甲来 克这个物 物呢 克不了这个人 作为 物土 就克不了人 水了 还就是 主克呢 也就是甲木了 好的 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节课呢 我们再见